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过了六天,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,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,脸面明亮如日头,衣裳洁白如光。 忽然,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,同耶稣说话。 彼得对耶稣说,主啊,我们在这里真好,你若愿意,我就在这里打三座棚,一座为你,一座为摩西,一座为以利亚。 说话之间,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,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,这是我的爱子,我所喜悦的,你们要听他。 门徒听见,就浮浮在地,极其害怕。 耶稣进前来,摸他们,说,起来,不要害怕。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,只见耶稣在哪里。 下山的时候,耶稣吩咐他们说,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,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 门徒问耶稣说,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? 耶稣回答说,以利亚固然先来,并要复兴万事,只是我告诉你们,以利亚已经来了,人却不认识他,竟任意待他,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,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,有一个人来见耶稣,跪下说,主啊,怜悯我的儿子,他还滇贤的病,很苦,屡次跌在火里,屡次跌在水里。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,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 耶稣说,哎,这又不信,又被谬的世代啊,我在你们这里,要到几时呢? 我忍耐你们,要到几时呢?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 耶稣施责那鬼,鬼就出来,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,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? 耶稣说,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你们若有信心,像一粒芥菜种。 就是对这座山说,你从这边挪到那边,他也必挪去,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 至于这一类的鬼,若不祷告进食,他就不出来。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,耶稣对门徒说,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,他们要杀害他,第三日他要复活。 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 到了加百农,有收钉税的人来见彼得说,你们的先生不纳钉税吗?彼得说,纳。 他进了屋子。 耶稣先向他说,西门,你的意思如何? 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、钉税? 是向自己的儿子呢? 是向外人呢? 彼得说,是向外人。 耶稣说,既然如此,儿子就可以免税了,但恐怕触犯他们。 你且往海边去钓鱼,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,开了他的口,必得一块钱,可以拿去给他们,做你我的睡银。 和阵诺谈公敌更imana? 和阵语谈 Ul windshield